明星是个公众人物 虽然一切行动都公布于众了 但也得到了很多 例如片酬 也是现在讨论最多的话题 AB再拍孤芳不自杀 时宜只用替身 抠图 结果还拿走了八千万 还有陆寒 拍一部剧 拿到了将近一亿的片酬 这些都是普通百姓 几对子挣了钱 结果他们轻而易举 而今天要讲的这位 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演员 是许多演员的偶像 这个人就是李雪剑 80年正式以演员的身份出道 最被观众熟悉的 就是渴望中的宋大成 林家大哥的模样 让人很圈圈 还有焦育录等等 速到有无数经典角色 深受观众的喜爱 才出道的这近40年来 李雪剑只拍过一次广告代言 还是认侯堂 但因为之后是演了亚树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所以此后他宣布不再接广告 当然国家公益广告 他还是会露面的 可惜就是这样的一位老艺术家 因为只拍了几天戏就拿走了60万 遭到了小鲜肉的质疑 似乎很不满 不过李雪剑只这个价格 他的演技 实力 人品都是无庸置疑的 作为主持人的撒背零也看不下去 直接破口大骂 你算什么东西 让人很解气 今年李雪剑老师已经64岁了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而且耳的排龙了 日常交流都得靠住听戏 所以现在很少演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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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